謝謝各位 很榮幸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這一位 這張有提供的藝術家 那跟崔崔結緣其實是他來上我們學校的 夜間部就是金舊推保部的碩士版學生 那在這個時候其實我發現 我們高雄其實到處都是人才 那對我而言 所以跟他之間的互動 其實不是我叫他而已 我所引導他而已 更多的事實上是一種相互學習 成長的過程 那我今天來這裡 你的身份除了在外 我不要做一個座談之外 我想我也是一個欣賞者的角度 來看這些作品 那曾經他到法師 還在課堂上看過他的作品 那今天 這麼大的量體 同時之間呈現 其實是薄為成漢 那我想要特別提出一點就是 這種所謂melody 也就是虛世性的 也就是說故事形式的 繪畫創作 其實在台灣沒有多見 應該說來 當一個藝術家 他還想要說故事的時候 我們會思考是 什麼原因啊 他想說故事 那他又想說什麼樣的故事 以及他為什麼不用寫的 還有畫的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參與這些議題 來做討論 那在這裡 我恭喜吳崔軒 在這次展覽處理成功 然後也謝謝各位 祝大家身體健康愉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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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